国产战争影视剧,为什么看起来很假 现在看看国产电影里的爆炸 首先就是国产战争影视剧里的爆炸效果看起来就很假 不是贸易团火出来,就是明显像炸一代灰抽 跟歌手开养唱会时舞台喷火机有一瓶 估计小时候用大鞭炮炸牛粪会更震撼一点 现在我们来看看真实的炮弹爆炸的画面 有没有感觉你身体里被炸进了弹片 接下来是一部芬兰战争电影的爆炸效果 啥都不说 请自行和国产电影对比 看起来是一部芬兰战争电影 明显在十分之炸 较不是炸对比仿然的 接下来说 启善电视剧 我最爱的 明显没有 通常 第二就是国产战争电影里面枪械开火蛇 必定等到着明前的火蛇 其实真实情况下除了飞跃疑问 枪械开火很少能看到火蛇的 只是看起来在喷着烟而已 最多偶尔能看到一下不太明前的火焰 现在看看真实的枪械开火 如果看惯了国队战争间会不会觉得这样开枪 摸着烟看起来很假 现在是芬兰电影里面的枪械开火 能看得出来的是真强 那些抗野 第三就是国产战争片里面 人被击中的一瞬间会喷出一大堂夸张的血雾 其实人体部位被子弹击中时 不会有那么多血液在那里让你喷出的 如果赤裸身体 可能能看到子弹出口喷出的身体组织 穿着衣服的话最多就看到衣服动了一下 看看真实的重弹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能不能过世 我不能过世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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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冒了 我忘了 所以他们公子 你赢了 第四,其实不止国产电影,好莱坞电影也一样 装了消音器的枪,开枪声音都是QQQ 其实除了射压硬素子弹的消音枪 开枪声音都不小的 不可能做到隔几十米,别人听不到 听一下真实的消音器 是不是觉得像没装一样 再来就是看望远镜的画面 都是呈现出一副大八字的景象 其实你去拿望远镜看东西 就只是看到一个接近圆形的画面而已 眼镜和VR眼镜都一样是两个镜片 难道你戴眼镜或者戴VR眼镜会看到倒八字画面吗 咱再看看芬兰电影和逆真游戏里面的望远镜 感觉从一二十年前开始 王内战争天就开始喜欢用夜光弹消毒 可以说是已经泛滥了 其实夜光弹一般只是进攻方的机枪会有 一般会隔两三发普通弹装一发夜光弹 用来给己方重火力标记敌人位置 即便如此 夜光弹在战场上也不是太常见 更不要说抗日战场了 而且国产战争电影已经不管什么枪都能射夜光弹了 话说你导演不要夜光弹效果 既省钱又省事 又增加真实感 还不香吗 还有就是国产战争电影里边的炮弹和航弹 爆炸威力就显得非常儿戏 那么大个炸弹扔下来就冒一团火 旁边的人连法型都不再乱 来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轰炸 炸弹扔下来就冒一团火 好 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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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是国产战争片打完战队战之后 战队上都要挂点类似破布的玩意儿在那儿烧 不知道导演是不是对战火有上误解 得点亮把火挂着才像回事 真实情况应该是一片松土残垣 蛋坑和断手断脚 OK 感谢观看 分享观众加留言 轻松和上100年